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小二微薰 今天,我将分享两首我自己创作的诗句 快来跟我一起探索诗与远方的美妙世界吧 一,夏日清幽,幽黄静寂,翠影摇风细 鸟与花相迎翠壁,曲静深藏幽密 闲亭消夏清凉,松阴眼映闲窗 玉露倾洒荷叶,心旷神怡悠长 大意为幽静的竹林里 只听见微风吹过时细碎的声音 鸟在花香中歌唱,饮满了绿荫的篱笆 曲静深深地隐藏着幽密 在宁静的庭院里,享受清凉的夏日 松树的阴影演映着静谧的窗帘 像玉露一样轻柔地洒落在荷叶上 心情开阔,心神愉悦,时光悠长 这首诗以其简洁而富有意境的语言 生动地描绘了夏日中幽静竹林的景象 展现了作者对自然的敏锐感知和深沉的情感表达 首先,诗句以幽黄两字开篇 通过幽字 刻画了竹林深处的宁静和幽深质感 竹字自古以来便是中国文人诗意中的重要意象 常被视为高洁 刚正和不屈不挠的象征 静记二字则更进一步加强了这种幽静之感 使读者仿佛能听见竹叶在微风中沙沙的声音 感受到大自然的静谧与安宁 接着 翠影摇风戏一句 则通过对翠竹影子在微风中轻轻摇曳的描绘 进一步增强了诗句的生动感和视觉感 翠影指竹叶的倒影或影子 翠绿的颜色在阳光下显得格外清新和迷人 遥风戏则是对微风的细致描绘 不仅让读者感受到微风轻轻拂过竹叶的声音 也使整个画面更加细腻和立体 这句诗虽然只有八个字 却通过对竹林幽静和翠竹影子在微风中的摇曳的精准描绘 使读者仿佛置身于一幅幽静而清雅的山水画中 使人利用简练而精准的语言 通过对自然景象的细腻描绘 传达了一种深邃而清新的意境 让人在忙碌的生活中感受到片刻的宁静和悠然 鸟语花相迎翠璧 屈静深藏幽密 这句诗通过生动的意象和巧妙的构思 展现了作者对自然景象的深刻感受和情感表达 首先 鸟语花相迎翠璧一句 通过对自然声音和气味的描绘 使整个画面显得生动而丰富 鸟语不仅使诗句增添了生机和活力 还表达了大自然的生命力和活跃感 花香则是通过嗅觉的感知 使读者仿佛置身于花香弥漫的环境中 感受到清新宜人的氛围 银翠璧则将这种声音和气味在想象中投射到绿色的竹笠巴上 使整个画面更加丰满和真实 接着 屈镜深藏幽密一句 则通过对屈镜的描绘 进一步增强了诗句的神秘感和深远感 屈镜象征住通往未知的小镜 其弯弯区区不仅新增了阅读的趣味性 也暗示了隐藏在大自然深处的种种秘密和神秘 深藏幽密则进一步加深了这种神秘感 使整个诗句充满了作者对自然奥秘的探索和向往 这首诗通过对自然景象的生动描绘和巧妙构思 不仅展现了作者对大自然的敏锐观察和深情厚意 同时也使读者在阅读中能够感受到一种清新 神秘和悠然的意境 诗人运用简练而富有想象力的语言 通过对声音 气味和视觉的综合描绘 创造出了一幅充满生活气息和诗意的自然画面 让人不仅在心灵上感受到清爽和宁静 也在想象中探索和感悟大自然的奥秘 二 秋夜静思 亭前秋影 柜子飘香冷 月照银霜如肃锦 独以栏杆无尽 秋风吹彻心扉 思绪悠悠梦回 就是重温心醉 一曲离歌难威 大意是 院子里蚯蚓婆娑 柜子散发出冷情的香气 月光如银霜般洒落 宛如肃锦铺沉 我独自已在栏杆上 思绪难以进去 秋风吹拂 吹散了内心深处的烦躁 留下幽远的思绪 回忆中的就是重新浮现 令心神陶醉 一曲离歌如梦般遥远而难以靠近 亭前秋影 柜子飘香冷 通过简洁而富有意境的语言 描绘了秋夜中 庭院的景象和柜子花香的氛围 传达了作者对秋夜静谧和自然美的深刻感受 首先 亭前秋影一句 通过对庭院影子的描绘 展现了秋夜的宁静和凉爽 秋天的夜晚 月光下树影婆娑 庭院中弥漫着一种安静而幽远的气息 秋影不仅只庭院中树木的影子 更象征住季节交替带来的寂静和深沉 接着 柜子飘香冷一句 则通过对柜子花香的描绘 使整个诗句增添了生动和感官的体验 柜子是桂花的古称 桂花是一种芳香浓郁的花卉 尤其在秋季开放时 其香气更显得清冷宜人 飘香冷则表现了花香在秋夜中 弥漫而清凉的感觉 不仅让人感受到芬芳的美好 也使整个诗句的氛围更加丰富和深刻 这句诗通过对秋夜庭院景象 和柜子花香的细腻描绘 创造了一幅寂静而美丽的秋夜画面 诗人运用简练而富有意境的语言 不仅展现了对自然的敏锐观察和深情表达 也让读者在阅读中能够感受到秋夜的清凉和花香的美好 这种诗意的表达 使诗句不仅在视觉上展现了自然景象的美丽 也在感官上带来了一种清新和愉悦的感受 使读者沉浸在诗情画意的世界中 感受到岁月静好和自然的美好 《月照银霜如肃锦》 读以栏杆无尽这句诗 以简练而富有意境的语言 描绘了月光下银霜的美丽 和诗人内心深处的孤寂与无限遐想 首先 《月照银霜如肃锦》一句 通过对月光和银霜的比喻描绘 展现了秋夜中清冷而美丽的景象 《月照》指的是月光撒在银霜上 使其如同肃白的锦缎一般绚烂 银霜是秋天的常见景象 晶莹剔透 与月光相应成趣 呈现出一种优雅而清冷的美感 如肃锦则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华丽和高雅的视觉效果 使整个诗句充满了浓厚的艺术氛围 接着 读以栏杆无尽一句 则通过对诗作者自我身处的描写 表现了内心的孤寂和无限的遐想 读以栏杆指的是孤独的椅在栏杆上 眺望着远方 无尽则暗示了思绪的无限延伸和遐想的深渊 在这样的月光和银霜的映衬下 诗人的估计与无限遐想相互交融 使整个诗句既表现了自然景象的美丽 又抒发了内心深处的情感和思考 这句诗通过对月光 银霜和内心情感的细腻描绘 创造了一幅寂静而优雅的秋叶画面 诗人以简练而易静深远的语言 不仅展现了对自然景象的深刻感受 也表达了人类内心孤寂和对生命无限遐想的情感 这种诗意的表达 使诗句不仅在视觉上展现了自然美的绚丽 也在情感上引发了读者对生命和宇宙深层次思考的共鸣与反思 《秋风吹彻心扉》 思绪悠悠梦回这句诗通过简洁而深刻的语言 表达了作者在秋叶中被秋风吹拂时 内心深处的感受和思绪的游荡 首先 《秋风吹彻心扉》一句 通过对秋风的描绘 使读者感受到秋天的清凉和凛冽 《吹彻心扉》则表达了秋风吹拂时 对内心的深刻触动和洗礼 秋风不仅代表了季节的变换和大自然的力量 也在作者内心中激起了情感和思绪的共鸣 接着 思绪悠悠梦回一句 则表现了在秋风吹拂下内心思绪的游荡和回溯 思绪悠悠指的是思绪在空灵而幽远的状态中游走 梦回则暗示了回忆或幻想中的遐想 在秋夜的寂静和秋风的吹拂下 作者的思绪在时光的流转中不断回溯 体验住岁月的变迁和生命的深意 这句诗通过对秋风和思绪的深刻描绘 创造了一幅寂静而充满哲理的秋夜画面 诗人运用简练而富有意境的语言 不仅展现了对自然力量和季节变迁的敏感 也表达了对生命和时光流逝的深刻思考 这种诗意的表达 使诗句不仅在情感上引发了读者对内心世界的共鸣 也在思想上启发了对生命意义和人生哲理的深刻反思 就是重温心醉 一曲离歌难威这句诗以简练充满情感的语言 表达了对往事回忆和深情挥别的复杂感受 首先就是重温心醉一句 通过对往事的回忆描绘 表现了诗人在思念中心情的沉醉和愉悦 就是指的是过去的回忆或经历 重温则表达了再次体验或回味 在这种情境下 诗人感受到了回忆带来的美好和情感的涌动 使心境如沉醉般愉悦 接着一曲离歌难威一句 则表达了对离别和别离的感慨与无奈 一曲离歌比喻离别的哀歌或歌曲 难威则表现了难以亲近或与之亲密相处的心情 在作者的情感世界中 离别和别离如同一首悲歌 虽然情感深厚 却难以与之协同或和谐共处 这句诗通过对往事回忆和离别情感的深刻描绘 创造了一幅充满复杂情感和深刻意韵的画面 诗人以简练而富有表现力的语言 不仅表达了对过去美好时光的怀念和心情的愉悦 也揭示了面对离别和别离时内心的无奈和悲凉 这种诗意的表达 使诗句不仅在情感上引发了读者的共鸣 也在思想上启发了对人生经历和情感体验的深刻反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